现在我在西洋蔡街的百老汇器园 其实这间百老汇器园是新建的 原来最开始的百老汇在哪里呢 我一带你看看 百老汇器园第一间就在这里 就是正正雷敦道亚加鲁街汇丰银行的地址 以前就是百老汇器园 这间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之前就是百老汇器园的第一代 百老汇器园对面就有一间丹银行铃银行 就是汇丰银行周大福报位置 然后再旁边就叫做黄上黄 黄上黄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起来之后可以吃猪糕 甚至乎吃鱼甲 最有趣的是它是有腊肠卖的 这是旺角河里活生涯中心 这是旺角河里活生涯中心 以前就是荷里活气园 是少许的龙头气园来的 那这条自由街以前不是行人专用区 是大家有车行的 接着尼敦道那边 即是上海街 或者湖南街那边 就另外一堆气园 就是尼敦道中间就没有那条南河 我们就这样可以直接走过去的 我想带大家走过去看那边的其他的气园 现在就加了一条南河 之后我们要怎么过来呢 就要靠那条隧道了 经过隧道上了来这条线路街 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座标准呢 以前就是一间叫做南华气园 南华气园就是左派线路的气园 以前我们要去看左派气园 是会很担心的 就说会很容易被警方拍到我们呢 如果你入过这些左派气园看电影呢 你就会有问题 南华气园呢 是有两个入口的 除了这个市油街那个主口之外呢 去湖南街那个位呢 即现在看到大压那里呢 有另外一个入口的 那就有两个可以穿到过去的 这间餐厅呢 就以前是南华气园的另一个入口 我们这里就进去做 很有趣的 因为南华气园呢 它是左派的嘛 但它后期呢 它就会做很多呢 其他气园 或者其他软线的气 不过是总场 它总场的时候呢 这里呢 才是特别最旺 它做正常反而没有人看的 南华气园呢 给我最有印象的一样东西 就是它由早到晚 在这个气园门口呢 都会有人在那儿摆一些 齐档 那些残焗在那儿呢 被人平衡的 那些残焗在那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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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个人呢 在那个叫卖方法呢 不是说你叫一本红豆沙 一本绿豆沙 它是唱出来的 这个黎敦道和山东街口呢 现在我们见到 雅兰中心 以前呢 就有一间个荔枝器园 荔枝器园的全身呢 就叫做胜利器园 当荔枝器园拆了之后呢 他们就改了 叫做荔枝大厦 现在就叫做雅兰中心 荔枝器园呢 是专装巣片的 之后呢 后来它不做之后呢 就变成了餐厅 那间餐厅呢 也叫做荔枝餐厅 但 都做不切 现在变成另一个餐厅了 谢谢 地大的 我们的 图会 支援 多 blur 三久 這裏就是潘南街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以前就是文化戲院 文化戲院是在我們八九十年代 電影最光輝的年代 這裏每晚都會爆的 它因為每晚都爆 所以門口就會有很多車仔檔 或者是小食檔 是擺滿了整條街的 它為何會擺滿了整條街的食肆 或者是為何這麼旺呢 原因就是來自它旁邊有一個地鐵站 在七十年代有了地鐵站之後 這個區特別旺了 這個地鐵站然後一帶 都很多人就在那裏擺賣那些小食 有些車仔檔 車仔檔會不會等去文化戲院 有去做的時候它就推去那裏賣 所以這一區都成為很多人 在這裏賣賣小食的 甚至於去到過年年三十晚 大家都會在這裏有個小食的一個小鴨 形成了這裏有個食的文化的存在 就是北京的一字 或者是有一個小鴨 去是去看那裏賣賣毛 到一陣子 就是要去看那種的 29日是正式的年代 正正就是我們全國旺角區 所有大型的戲院 可以坐一千多人的最後一間戲院結束了 給我感覺是一個現代的終結 從此我們見不到最繁榮、最光彩的 最精彩的一個時代 中文字幕提供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